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Hydra King這邊下一張地圖要選什麼樣的地圖了 那我們目前的比試是來到1比1 那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現在在進行的是第三回合 一共會有五回合的BO3 Hydra King這邊選的是亞奇隆荒地 亞奇隆荒漠 亞奇隆威斯 對 也是一張比較典型的圖 所以其實DVD基本上 除非你要挑到克哈斯這種比較特別的圖 不然一般來說DVD這樣子都是一個 就是很正常的一個 對 我覺得DVD自己如果是 遇到那種口比較 惡況口比較大的話 才有可能會遇到就是雙坑 然後如果地圖也不會太大的話 對 因為你知道這個蟑螂刺蛇出來 很容易就可以走到對方家 對 所以真的是 這個其實 那所以這張地圖這樣子看起來 第三場比賽 我們一樣雙方可能會是 算是前兩場版本 不過第一場就是 其實DVD現在大家其實 相信大家都很熟了 就大家對於DVD都很熟 我也很熟 大家都很熟 無論你是不是衝出來都很熟 你怎麼看 怎麼好像有點差 就好像都差不多這樣 對 那其實就是狗毒暴互換 關鍵在於山礦的timing 所以工兵不是多就好 你要如何在掌握住工兵的數量 然後足夠的狗和毒暴 守住自己的山礦 然後在山礦好之後 你會再刷一波農 那基本上到這邊為止 就停了 就停了 你就開始爆狗飛躺 然後就要到timing做進攻 對對對 飛躺的數量就很重要 對 那我們第三場的這個 雅西龍荒漠已經開始囉 比賽直接 進入到遊戲畫面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兩位選手的出身點位 對 那麼在11點鐘方向 紅色的蟲族 這是REX 好 REX 再來地圖的左上角 OK REX 動 對 那我們看到 地圖的方位來到5點鐘方向 好 MAD 的 Hydra King 這是藍色 藍色的蟲族 也是蟲對蟲喔 喔 這個半透明 看一下 好 喔 這場REX REX又停 欸 欸 又是9滴 又是9滴 剛剛那場其實他是打9滴 然後後來是用了一個很 很酷炫的開局 那這一場 他選9滴那 難道又有什麼想法嗎 這個來看一下 對 我覺得 因為他們平常在私底下練習的時候 一定各種開局都會去嘗試 那像已經在這邊是打比賽 是有在live的喔 所以 他會選擇這樣的開局 我覺得一定是有他的想法 一定是有一個 我覺得他 他覺得不錯的流程 對 就像 就像DS剛剛這樣的開局 居然可以一直用 那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這個9滴之後 是不是補狗 還是補公兵了喔 對 那就要看一下 Hydra King這邊 上一場因為 他有發現就是 喔 15滴 正常看 因為他上一場其實是有發現 對方並不是 就是 對方並不是正統開局 對 對 所以這一場還有特別就是 也是比較謹慎啦 喔有有 Rex補了6隻狗 補了6條狗 正常的9滴 難道這個是一個 但是 這6條狗 就很難賺到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樣子 6隻狗出來 速度會很快喔 不過他又要可以用15滴的開局 應該是 沒有問題的話 應該是可以防守住 對 那主要是 二況那邊可能 你看會不會 看會不會被 會被逼退啦 但是 現在這邊的話 異化蟲的數量應該是 9滴的話 持續做一個前壓 Hydra King這邊 一開始還是會有一點壓力的喔 對 Hydra King的王蟲 剛剛已經看到Rex的一個 小狗 6隻狗已經出來了 所以馬上 喔 Hydra King這邊工兵會補了一點多啊 他工兵補到17喔 喔 16 16 工兵補到16喔 其實 這邊狗的數量 有點 還沒有補起來 對 你這邊的話很可能 你要守就要拉工兵了 那看你要拉多少了喔 這一定要拉工兵 你要守就一定要拉工兵 不然你二況很可能 就被迫要被取消了 對 這邊二況有可能要取消 反而是變成 喔這個要 取消 取消 那取消的話 好取消的話 Rex我們現在這邊上來 那 Rex這邊是有要繼續做一個壓制嗎 還會繼續壓制 因為你能夠賺到工兵就賺 那最起碼你看 逼到對方補地刺 對 那 這個Hydra King這邊是沒有 媽媽剛出來 後蟲漂亮 吃掉就賺了 哇 這邊賺很多喔 這個很賺啊 這個開局營運上已經完全賺了 對 你這個現在這個賺到 基本上 家裡面現在 晚一點開喝礦都沒有什麼關係喔 對 這個媽媽吃掉之後等於是 Hydra King這邊少了一個主堡啊 對 他右蟲直接掃一半 對 要重新蓋喔 那這邊的話 KING要重新放下自己的二礦 對 那現在家裡面出了第二隻後蟲 要做防守 Rex這邊的一個應對非常非常好 這也是正統 就是你9D實際打完之後 如果有賺到 不管有沒有賺到 對方可能要反推的時候 你都一定要出兩隻後蟲做一個毒口 哇 工兵已經刷起來了喔 來到了19啦 Rex 工兵還是領先的 對 那變成是Hydra King剛剛這邊 吃了一點虧之後呢 現在工兵數是 比較落後到14隻的工兵 那目前我們Rex也要出來開礦了 對 趕快出來開礦 這個媽媽是要 趕快 射氣球 但是他射氣球的時候 可能會卡到放主堡的位置喔 那如果放了主堡 他要走開 那沒辦法 走開 好那家裡面的防守 他選擇趕快走回斜坡 趕快後面 前面 欸欸欸欸欸 你不是要回斜坡嗎 欸媽媽不回去 幫忙一下 你不是要回斜坡 欸沒有他要硬手喔 對他硬手 哇這個 還好還好 因為有還有 有兩隻後蟲 哇這樣這樣子 另外一隻後蟲沒有過來 欸欸欸欸 另外一隻過來 幫忙好嗎 我們看一下 這可能一隻後蟲要掉了 對 他第二隻後蟲 有後面的狗有補出來 那還好 我們剛剛後蟲走就很快 欸等一下這個有可能兩隻 我們看一下第一隻後蟲 還好還好 狗出來的話 狗其實出來應該好 只有死一隻 好有有有 這一隻後蟲 還有其他的狗呢 把Hydra King的狗逼回去喔 逼退 那這邊的話 你主況 因為兩隻蟲都走出來 家裡面瞬間就沒有人可以噴蟲卵喔 那狗數快好了 兩邊的狗數都快好了 Rex會要找一點點 好 那再跟大家講一下 目前的比數是1比1啊 這是第三回合了 我們看到兩邊狗數快要完成情況下 Rex的獨爆蟲巢也是蓋到一半了喔 那這邊的話後面的狗有點多喔 他想 喔這個這個 喔喔喔喔喔喔 他狗數比對方先好 但是對方也快好了 對 可以先跑 哇哇哇 這個這邊的防守有點 有點為他想賣要拖時間 這邊的說你 你只能拖時間 哇 那家裡的獨爆蟲巢是快要完成啊 快要完成 欸 喔Hydra King這邊 喔Hydra King這邊也是有了 哇這邊變了獨爆 那這邊的話自己家裡面也要立刻變獨爆 對一定要馬上變獨爆 那媽媽也過來 再等一下有拉下來 就做一個準備要做防守 我們看到這邊的狗的數量是不夠的 Rex這邊要小心 兩邊的獨爆 獨爆這邊壓過來 但是其實這邊雙方的數量其實看起來 是目測起來是差不了多少 喔喔喔有 哇哇哇這個換還是 不過還好這個 對剛剛其實獨爆 獨爆的血量有被耗到 所以這邊的話用後蟲去點是來得及 哇沒有後蟲 沒有後蟲 哇這邊 哇這個 這個是怎麼回事 我心裡想說 還好還好有後蟲 結果糗大 這個家裡面沒有後蟲到底是哪招 對 記得他剛剛兩隻後蟲一直被點掉啦 另外一次走下來 這傳說中的空城技齁 不過家裡面為了防守 他家裡面是完全停營運了 這家裡面已經有點忙不過來了 前線我們看到這邊在換 這邊在弄 哇又要上去 又兩隻 上去了 你敢信 哇上面又沒有後蟲 那我們的工兵這邊要在 這個一隻還好 一隻還去撞了瓦斯 他去撞了瓦斯場 還好 對 這個算是 他可能不開心 去撞牆 對 我們看到這邊 那這樣子又還好了 我覺得Rex現在的工兵是 還是領先到19隻工兵 對工兵是領先的 那邊剛剛因為 Hydro King這邊是完全是挺濃的 他是瘋狂的爆 所以其實兩邊只要不斷的對峙 要繼續A下去的話 Rex 遲早 就是 經濟優勢會顯現 對 Hydro King這邊的工兵 還在14 不到16 那 Rex這邊的工兵數 還是狗 其實都還是比較多 對 數量都還是比較多 加有獨爆 那就變得 要完全就是比拼操作 對 而且是Hydro King這邊會持續的被逼退 因為對方有獨爆 被壓到家裡面來了 我們看到錢不夠了 這個一隻狗怪 危險 這個其實還蠻危險的 這個還是送掉了 哇 毒爆起不來的情況之下 我們感覺起來 Hydro King這個要 要走遠了 後面四隻毒爆 差一點點 後面不給活路 四隻毒爆壯爛 哇 這邊狗的數量直接來到一個很大的差距 打出了GG 恭喜Rex拿下了第三場比賽的勝利 對 這是一個讓一追二的節奏 還是成功中他追上來的是擊敗了 Hydro King 那Rex這邊 也是保住了自己的晉級機會 不然如果你兩敗 其實就無機機可危了 對